从明年到2024年期间 八所小学将合并成四所 十所小学将和中学将合并成五所 教育部表示 由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 加上了市政人口结构改变 导致新生人数逐年的减少 因此一些学校需要合并 来看记者蔡可涵的报道 提前在明年合并的小学市 巨婴小学和先驱小学 合并后暂时使用巨婴小学的校舍 预计2025年才搬迁到 登嘉市镇的新校舍 在这之前校方不会招收小一新生 从2023年开始 有诺小学将并入德勒小学 史丹福小学并入华苑小学 光阳小学则并入城景小学 将同有诺小学合并的德勒小学表示 将持续聆听学生 家长和校友的意见 尽量保留两校的历史文化 其实学校和平并不代表 学生人数的减少 而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们希望能在和平之前 彻底的了解两所学校的文化 以及特征 融会我们两所学校最好的部分 然后让学生得到一个 最好的学习体验 中学方面 从2023年起平毅中学并入玉清中学 蔡挫岗中学并入德惠中学 群立中学并入力进中学 东霖中学则并入光伟中学 福春中学将在2024年并入福联中学 这些学校合并后 新校名将在教职时候才公布 教育部表示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每年平均有4万6千名新生儿 到了近几年 却降到3万5千个 同时一些住宅区的学额需求 也有增加 所以教育部定期会检讨 是否有必要合并或新建学校 这除了能迎合社区需求 也能确保学校有足够的教育 以及课程辅助活动 教育部指出 2010年至今已有34对学校合并 一些新政如榜额及盛港 已设立了23所新学校 教育部也说 没有教师会因为学校合并而被踩退